好运牵托 什么叫好运牵托 其实在最近 我看到很多人 就会把他的line公布 说他的学生 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逐渐的一种变好 ok 罗你好 其实基本上我看到了以后 我是笑一笑 因为像这一种的做法 各位 他就是一种很明显的一种的 骗术 其实这种骗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被骗过 陈建民你好 那是什么情况 就是一间庙 他的香火很盛 可能每天都跟龙山寺一样 那个香火很多很多 每个人到庙里面都会去求神嘛 求神的一个过程来讲 每天那么多人 总是会有一两个 会有一两个 真的他所求的愿望成真 那他所求的愿望成真了以后 他就会去庙里面 感谢 各位 这时候 就是庙方他可以做文章的一种情况 哎呀 你看一下我们家的主神 夺神 让那一个信众 让他的愿望成真 各位 很多人一看到这种情况 哇 好 这个神真的是有够灵的 那是不是就更虔诚 可是各位你要了解 他愿望成真 可是他成真的百分比大致上是多少 很有可能就只有一% 2% 但是就只要一两%的这一种 让他成真的情况 他就可以拿来大作文章 方美乡你好 搞得好像这一间庙有求必应一样 林梦宏你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好运迁托 什么叫好运迁托 准的都是我命理师 了不了解 准的都是我命理师 必害 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归功到自己身上 这个就是很多人 都会常常被这一种情况所骗 所以在网路上 你们就会看到很多命理师 就会把他跟网友的对话 截录一段出来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他截录这一段出来 他只是针对他自己有利的这一种现象 也就是说他整体的一个批命来讲 很有可能准确力不到5成 但是他把一些不准的地方掐头去尾以后 然后放到网路上给你看 各位 你也不知道前因后果 你只知道说 这个网路上的 这一个人的聊天 他的那个客人说他这边准 他应该很厉害 各位 这就是一种情况 了不了解 所以 为什么我常常跟你们讲说 你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看到了 这一个人的影片 或者是你单单的看到这一个人的文章 写的好棒 好厉害 我一定要找他学命理 各位 绝对不要做这一种傻事 因为我说过了 呈现给你看的都是可以掐头去吻的东西 呈现给你看的都可以掐头去吻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不要刚开始就很冲动的 冲啊 这个老师是我心目中的明灯啊 对不对 结果去了以后才知道 哎哟妈的 确实是明灯啊 是哪个明啊 这个明灯 对不对 原本是以为是这个明灯 结果是这个明灯 让你早点早死早投胎的那一个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说 刚开始 你不要一股脑的就被洗了 而是你可以花点小钱 请这个命理师帮你算算 请这个命理师帮你算算 你什么都不用跟他讲 这个命理师 假如他你在什么都不跟他讲的时候 他可以算个7成 其实这个命理师算厉害 因为他就只有用一个八字来讲 他就可以算到7成了 所以他算是很厉害的 所以各位 你就要知道说 刚开始 你们网路上所看到的 很多都是刻意放给你们 什么叫刻意放给你的 最好的一面给你看 了不了解 最好的一面给你看 人家讲的 当你请君入奥 进来了以后 你就知道完蛋了 怎么会这样 所以各位 你们假如在一些命理上 你们 可以花点小钱去测试 但是你不要做一种很笨的一种行为 你就摆明了 就是要花钱来测这个命理师 准不准 你说八字可以测以前 来 你就来帮我测 我跟你讲 当你这样子跟命理师讲的时候 你就算肯付钱给他 他照样不帮你测 为什么 各位 你这样子其实是在污辱一个命理师 你在污辱一个命理师 了不了解 像之前就有一个人 他是我名字 他生了孩子 他的孩子名字是我娶的 然后他就想要学八字 结果他就说 老师八字可不可以测过去 我说当然可以 老师我付费给你 你请你帮我测过去 我说你要测过去干嘛 过去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有什么好测的 他就说 他就是想要学八字 他想要找一个有能力的算命师 那我就跟他讲 你这种 你这一种情况 就是污辱一个命理师 所以我不会帮你算 我也不想收你这个客人 各位 绝对 你只要 怎样 老师你帮我算个八字 付个钱给他 他就帮你算了嘛 你就不要讲话 就看他怎么算嘛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自然而然会知道 他的一个程度在哪里 所以各位 别那么白目 别那么白目说 你要不要来考老师 到最后 人家就把你妈踢出去 考老师 所以 不要做这一种 笨蛋行为 不要做这种笨蛋行为 为什么 很多人 在网路上 很多人就说 哎呀 你们要先帮人家算 以前 以前准了 我才要让你算 各位 这一些就是因为 很多人 就是那一种业余的 业余的那一种命理师 他们 就是 对他们自己学术 没有人信心 所以他们会说 我先帮你先看以前 以前假如不准的话 我就不收费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造成很多人 就会 就会说 你要先帮我断前世 断准的 我才让你算 各位 这一边 你要记得 他是一个陷阱题 这个是一个陷阱题 为什么 因为 人 你只要免费帮他算 过去你算他准 他就接下来问你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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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停不住了 了不了解 你就停不住了 所以 绝对 没有什么 免费帮人家批算 因为你会陷你自己 万劫不复的这一种的情况 就算他说他肯付钱给你 我跟你说 绝对收不到你平常 在帮人家收费的这一种水平 因为他只会给你口水费而已 他认为你的价值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 不要做一个 好像 做一个劳碌的命理师 你以为你帮人家免费批的验证过去 他真的会让你算吗 各位 他本来就已经是怎样 要占便宜的人 所以他才跟你说 你给帮我算 我以前准了 我才给你算 这一个就是一种 占便宜的一种心态就出来了 好啦 你就算帮他以前算准了 接下来问题就会跟着来 因为他认为你不值那一个价格 所以他给你的 你认为说我平常批命该收多少 那时候他不一定会给你那一种价格 他可能就几百块打扒你吧 他认为说给你的就算是看得起你了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你在帮人家算命的时候 时常都很容易会陷入到这一种情况 这一种就是一种陷阱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的学术并不是让人家秤金秤两 而是 今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了不了解 所以那一些只会说 不帮人家算的都是都是骗人的 那是你占不到便宜 你在那边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心态而已 了不了解 就有多少这一种人 就是要占便宜 所以身为一个命理师 就不要做这一种无聊事 了不了解 你不要做这种无聊事 所以你不要讲说 哇 我想要帮人家断钱事 然后他以后就会找我 我会跟你讲 会找你的 没几个 李生言你好 没几个 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想得很美好 今天我们从事的 是一个人的行业 因为你要先知道 人是什么样的状况 人是非常现实的状态 所以你不要把人性好的那一面 把他想得很好 你应该要把人当作是坏的那一面 也就是说你把人全部都当作坏 去看就好 所以你就不会去在乎说 人家说我骗子 说我不帮他 我不帮他预测钱事 就是骗子 哼哼哼 哼哼哼 你就这样给他哼哼哼就好了 你喜欢就去找别人 海白姐 你喜欢就找别人吗 我干嘛做这一种辛苦又没钱赚的事 你以为批命 很轻松愉快 各位 我今天一个下午 我批了五个人的命 我批了五个人的命 一次批五个 对不对 妈我到现在都 累到快疯掉了 所以 你要知道批命很累的 批命很累的 因为你要动头脑 但是 各位 你要了解一件事 这一些网路上要找你批命 最好是怎样 你免费帮他批 最好你要付钱给他 了不了解 免费批还不行 最好批完了还给他 还给他钱 这样最好 就是什么 人性本恶 了不了解 人性本来就贪 所以 各位 你要了解到这一块 就不要做一些无谓的那一种动作 那一种无谓的动作 通常都是业余的 他们在讲的 了不了解 业余的在讲的 而且他们不把他们的学术当一回事 你既然不把你的学术当一回事 那就会造成一般网友也不会把你当一回事 了不了解 所以你要先把你自己当一回事 这是在批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要把你自己当一回事 我不随便帮人家批的 他负钱 职业的负钱 所以各位 一定要有 有这一种的心态 你绝对不是 什么祭祀 祭祀到最后 你真的会气死 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人性本恶 所以 各位 这一下都是一种 就额外在讲 就是很多人都会把对自己有利的 都说自己很厉害 就像妙一样 其实妙很准吗 能够成功的可能就一趴两趴而已 可是妈好像宣传的他好像很厉害一样 都一样 所以很多命理师其实 他们也都有这一种的现况 你们看到影片 你们都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结果妈妈一跳进去就知道 好惨 又被骗了这样子 所以在心动之前 花点小钱 花点小钱 请这个命理师帮你算 什么都不用讲 他的专业是什么 他是姓名学 就丢姓名学给他 他是八字 就丢八字给他 紫微斗数 我丢紫微斗数 出生年日给你 嘴巴就闭起来 看你怎么讲 我来帮你评分 70分 确实不错 你当然就可以比较大胆的找Hush 所以这是第一个好运迁托